他覺得我應該要多投資這一點 我會去努力尋找 然後希望下半年會更好 今天來錄這一集的節目 然後老師給的建議我都有聽進去 然後獲益良多 希望以後呢 我的運勢真的會越來越好 希望下半年可以一杯沖天 老師說 說什麼 這要說的是呢 我們今年2015年已經過了一半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過這一半之後呢 我們想說 我們幫就像開放一個 就像大家來結算一下 說你上半年運勢到底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開放給所有人來報名說 如果你覺得你2015上半年很衰的話 歡迎來我們節目 我們可以幫你稍微看一下 結果發現報名人數 在演藝圈的衰咖居然這麼的多 然後就坐在這邊做了整群 原本想說找一些素人來報名 就全部都自然 好不好 歡迎各位 好 也為了搭配你們今天來 我也特別穿了一件衣服來歡迎你們 好不好 希望你們不要過了上去Get Over 我也不要這樣嘛 不吉利耶 一個Game Over的衣服 我也不要有誠意 我穿了開運的紅 他穿開運的紅 我穿Game Over 我希望大家最後躲到正確的道路上 OK OK 這樣很不好 對 Game Over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要跟我們預測的是 今天有幾位老師 命令界的F4 我們今天請來了好不好 來 王綺老師歡迎 大家好 今天你應該帶來塔羅 對… 好 好 這個是 雲 這是老自輩的老自輩 要好 你來介紹一下 我認識他說他很年輕 說不小心他變成 老前輩 你現在是真大師 大師 對啊 好不好 謝謝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聽說你也出了一本書了對不對 這個書是講 一代宗師 官相 對 就是 面相嗎 面相 面相 OK 好 因為很多的這個企業界在用人 各方面的時候 他需要用到很多的面相上 直覺去看到一個人 那麼他好或不好 那可以從 就可以分析得出來 OK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艾格斯老師 美人姐大棟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 Tiffany Tiffany老師歡迎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分成幾個部分 今天算財運 先問各位 在財運 發覺上半年真的有出一些狀況的圈叉 好不好 有的我們就幫你們來看一下 有耶 很嚴重耶 有圈嗎 真的 我覺得裡面看起來最值得聊一下的山豬 對 因為你說上半年 每週只剩一個通告稱生活 對 因為那個過年前不是都會有入存檔 對 或者是過年前會有一些那個活動 就是可以去跑 可是我過年前大概有 然後有一些存檔要幹 然後可是一過完年之後 就發現所有的通告都沒了 為什麼 然後 就是 就想說還沒開工嘛 過了一個月 然後就開始慌了 然後 然後那個月就只剩下那個 就只剩下我那個短劇的節目 對 固定的 對 固定去上那個 然後就發現 就是什麼通告都沒了 對 年價比人家好 放了兩個月 然後我的摩托車又壞掉 那個是其他一塊壞掉的啦 不是 它那個什麼氣法又極炭 然後一換 又換了那個六千多塊 它們臉真的看起來 不吹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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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苦 你願意為了多一點通告說謊嗎 可以啊 你覺得納豆看起來身高有多少 她的身高大概有170吧 她的身高 難怪她沒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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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沒通告不是沒原因 該五次通告 回家準備 因為納豆快出國了 就在我身邊 好 現在每人簡化 一舉八聲 先模仿納豆 好 我向你下次帶納豆的頭髮來 很辛苦 我現在 他不是認真的 你現在在想 我現在 好認真 我現在想說 我現在頭髮刮膨 可以取代 真的假的 髮色也很接近 是不是要去燙頭髮了 對 笑就比較有春風味 還是要笑 對 因為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常常講說人的氣色 其實就是從 當你開始從心裡頭開始 比如說朝著正確的方向 好的方向去努力的時候 你的氣色自然而然就會改變 可是 如果你一直抱持著 一個比較悲觀的態度的話 其實你的氣色很自然就會 比較暗淡一點 OK 好 小優呢 我覺得我那個破采滿可怕的 就是我出國 然後呢 本來是很開心的旅程 我去美國 然後又去義大利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這次是 所以就是都本來在預算內 但是 我到了美國 我去Vegas的時候 然後護照掉了 你就等於說 你整個那個賭場 你都不能進去了 那我幹嘛去 我跟你講 還花錢了 因為你可能進去 對 依我的經驗啊 那個信用卡都會拿出來刷 一直借錢 可是就等於我那一次就白去Vegas 因為我護照就掉了嘛 結果好 那我想說那去義大利轉換一下心情 結果到了義大利的時候 還進那個羅馬的地鐵 你知道那邊羅馬治安不太好 被搶 對 什麼 今天才開始結色 都要 結色 結色 要結色 重點是要有色才是要結色 會講 說謊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重點是怎麼結 那個地鐵站很可怕 我就是奉勸每個人去歐洲 真的要小心 然後我已經側背背包了 然後那時候地鐵 它嗶嗶嗶要蓋 那個門要關上的時候 有個大概 七八歲的小女孩 黑人小女孩 就過來 然後我在跟她拉扯過程當中 我的友人就要把她扯回來 整個叭叭就扯走了 然後她的那個門就叭叭叭關上 她就跑掉了 然後我就真的很難過 然後我那時候就氣到 就去報案什麼的 然後整個義大利行 就變得很暗淡 結果後來想說 好啦 那沒關係 我就是還是要調整一下心情 就去買了一個名牌行李箱 想說那就不要這麼難過嘛 對 因為我那時候生日 就買那個行李箱 從義大利 就是從羅馬要到米蘭的時候 我們坐那個飛機 結果 整個因為這個行程 然後就掉手機 然後又被偷十幾萬這樣子 這個安格斯老師 你選一位 你覺得想幫她看一下 我覺得因為剛剛小優 講到那個故事 而且今天也很有緣 我跟小優一起坐電梯 進門上來 這樣就算有緣啊 還有啊 我們生肖也相同 然後我們的星座也差不多 那老師你要跟他結婚是不是 他就是來相信 相親交友了 對 是怎樣 王子的約會嗎 所以你選擇了小優 我選小優好了 好不好 那幫她啊 你有什麼方法幫她啊 可是這個東西一定要小優自己來摸 那我今天帶的這個東西其實 摸你嗎 欸 那他們傳說中神跟人都用這種三步法 他叫儒溫符文 那小優想問財運嗎 是 好 那我們要請你來摸一下 好 唉唷 你就把手伸進去 不要摸老師喔 好想摸老師喔 這樣 我兩個都交給你 我現在在奪你的手 你可以把手放在裡面 就抓一抓裡面的石頭 想一想你心裡的問題 好 我想一下 拜託不要再掉錢了 雖然想的時間不太久 那請你抽出三個 我們再來一個 三個 我們看到一個箭頭 它這真的好妙 是石頭嗎 對 抽到一個空白的符喔 好好喔 我曾經在一個友台節目 小S也抽了這個 生男生女的時候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在抽財運的時候 一般以盧溫符文的占卜法 它的順序是這樣的排法 你剛剛抽的順序 然後呢 可以測試一個人的財運 我們來看小優的財運 這個符文呢 一字 一個抽到這一個 一 它叫做 財運抽到冰凍 它代表現在 現在小優的狀態是 你可能可以看到她工作很多 一切都在走 然而在財務方面 它其實並不一定 如大家所想像的理想 天啊 那是現在的狀態 要哭了 那可是呢 這個呢 這個符文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張 它是箭頭往上喔 它是一個箭頭往上的符文 它其實代表 一直持續的往上走 但是它代表還走而不是快走 所以代表 代表接下來下半年啊 你的財務狀況啊 它會緩緩上升 也許你在七八九月這個時間 你會覺得很急躁 可是實際上的收穫呢 以占卜的期限半年為限 你應該是後半段 也就是十到十二月 你才會看到你想要的結果 那因為我們前面有講到 上半年至少工作看起來是多的 所以收穫會累積在你的年中啊 那這個白白的東西是什麼 很可怕 看起來很可怕 那它叫做 是這個眾神之王叫奧迪 這個符文白的就叫奧迪 無所不能 別代表什麼都沒有 它是一個空的創造空間 什麼意思 那這樣解釋 那什麼意思啊 答案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